前几日,台媒爆料了汪小飞与张盈盈在KTV里的亲密照片并透露出她与多名女性存在关系后 这件事又有了新的后续 近日,汪小飞在社交平台上连续发文否认自己与多名女性有亲密关系 而且还爆料到S服用违禁药物,每个月都要给她支付100万的台币 汪小飞的爆料让网友们瞬间炸开了锅 也伤透了曾经为自己说话的S妈的心 在爆料后不久,S妈就做出了回复称她S服用的药式医生开的处方药 用于缓解压力过大和自身的癫痫症状,并且怒出汪小飞美品 随后便有更多的内幕被接连爆出 曾爆出汪小飞与张盈盈于世的狗仔在公开接受 媒体访问时透露出汪小飞已经与她有所联系 公布的聊天记录中,汪小飞一直在求情 称自己只是因为太想孩子一时冲动才会说那么多难听的话 照片也是因为刚回到北京后压力太大喝醉了让身边人拍到了 母亲张岚也已经被弃到住院 自己也已经向大S道歉 希望她可以不要再继续爆料了 但这些话并没有打动这位狗仔 她喊话将在12个小时内公开手里的证据 只是因为不满汪小飞波及无辜的大S 她还希望等所有证据公开后 汪小飞不会想不开 大量的爆料让网友们也一头污水 原本只以为汪小飞与戴S离婚是因为性格不合 谁能想到这件事会存在这么多的内幕 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汪小飞一直低头看手机的照片 距离狗仔所说的时间也快要到来了 不知道这件事最后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试